刚走过急性心肌梗塞危险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在市议会质询七堵区 不管在各项新的交通建设 或是规划发展计划上都一直没有进展 就算规划基隆捷运来 没有相关产业创造产值 捷运站只会变成蚊子馆 让他相当担心机动 就回过头来 一样重新再要回来 给养期有多少年可以等 所以未来的捷运转运站 我想比较辛苦一点 市长你还是盖瓜钱 就要说未来的整个人潮 整个路廊 整个产值 整个交通 整个路线 未来的营运 这些务必要详细的 一些做推测 我想那个 王处长 你应该好好的 没有产值的话 捷运来像文子馆 你都是说捷运来 我们到底能吸引多少人来 平常我们除了客运 基隆高速公路塞在那边 我们也讲多久了 八年人家工作宋德已经下任了 每天还是照塞 基隆市长谢国良答寻时安慰表示 他会在未来施政中积极推动和台铁共购 打造商业办公就业大楼 以及以阳明海运公司为中心 在阳明海运两侧规划打造七堵的就业基地 那您讲的这个交通计划被改变 原本的展印在没有了 我觉得这一点 我自己也觉得相当惋惜 不过 我真的要拜托七堵区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认为就业 其实对于七堵区来说 它是可以攻击的 也可以协助 比如说七堵火车站正对面 我很想跟台铁联合开发 打造一个就是七堵火车站 共购的一个商业办公就业大楼 我也多次的去拜访阳明海运 而且每次都是我去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航运三雄 去年赚了将近两千亿 其实基隆现在有一个 世界知名指标性的企业 就是阳明海运 我觉得我们 我也是相当尊重它 但我是希望 以阳明海运为中心 然后在它的两侧 都可以开发一些就业的 一些基地的发展 一块是港务局的 一块是国防部的 我们都有积极在推动当中 阳明海运地点也很刚好 它不是火车站共购 但它位于火车跟捷运路线的中间 所以它两边其实都有 谢国梁强调 目前基隆捷运在七堵到八堵之间 规划的五个捷运站点 就有四个站点在七堵区 因此更要积极有效去利用 带动基隆的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就有三个桥运站的发展 我们时后的拍摄 我们时点击整天后 也有三个桥运站的变化 谢谢大家